节约环保 爸爸在看电视,甜甜来到了爸爸的身边 爸爸,我刚才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看到了公告栏上说要节约环保 可是,什么是环保啊? 环保就是保护环境,不乱丢垃圾 可是,为什么要保护环境呢? 因为,我们生活的地球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不爱惜,不保护 那么,这些资源很快就会被用光 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生活下去了 啊,这么严重啊 是啊,所以呢,我们要保护环境 节约用电用水 这可怎么办呢? 爸爸,我决定了要节约环保,保护环境 妈妈正在看电视 甜甜走了过来,把电视机给关掉了 甜甜,别捣乱 妈妈在看电视呢 我们要节约用电 妈妈要是把电都用掉了 一会儿我就没得用了 傻孩子,省电可不是这么省的 节省也不是什么都不用 是不是用不到的时候就不用啊? 差不多吧 比如说,你的脏衣服可以用手洗,不要用洗衣机 这时,爸爸走了过来 对啊,用洗衣机洗衣服,又费电,还费水 可是,用手洗就不一样了 很节约的哟 那我明白了 你不是想要节约吗?我们拿着自己的脏衣服用手洗吧 好呀好呀,去洗衣服喽 到了晚上,爸爸妈妈和甜甜在看电视 明天休息,我们一起去社区那儿参加垃圾分类吧 这个主意不错,正好可以让甜甜学习学习 妈妈,老师说垃圾也是不能乱丢的 也要按照要求进行分类 你们老师说的对 所以呢,明天我们一起去参加社区的活动 明天的天气也不错,活动之后我们去野餐吧 好呀好呀 那我去准备一下,等明天野餐结束 让甜甜把这些垃圾进行分类试一试 这样以后呢,甜甜就知道哪些是有害垃圾 哪一些是无害垃圾了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那就从我做起吧 嗯,甜甜真懂事 哦,明天既可以环保又可以野餐,真是太好了 那我们明天一起加入环保小卫士吧 好耶 一家人开开心心的看起了电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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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